大家好 我今天准备拍摄一期 你们肯定非常感兴趣的眼镜特辑 因为之前我跟顾客介绍眼镜的时候 他们都说这个眼镜会不会太斯文败类了 你说我是败类 你说的 我是败类中的败类 我就说谁还不是个禽兽呢 所以今天我们做一期禽兽特辑金丝眼镜 我今天介绍的眼镜不同的价位都有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副 这一款是来自于日本的U9奥德赛的金丝眼镜框 当然它这个金色是喷的金色 它是一个全进口的一个眼镜 它唯一比较特别的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E3鼻托 如果您的鼻梁不够高 或者是说没有我这样稍微高一点点的话 那么这一副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但是如果对于鼻梁比较高的顾客 那么这一副就非常的不错 好 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第二副 第二副来自于百年的手造品牌Maslaga 也就是真勇 这一个牌子曾经日本的天皇 有两件都戴过他们家的眼镜 这一支是Maslaga的Cord D 它这个镜头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勾尔的设计 这样戴着的话就会更牢固一些 也是一个电镀的金色 这个颜色很正 OK 下面我们再来到 IC Berlin的电镀的一个金色的镜框 IC Berlin我前面也介绍到过 它的镜框的话主要就是一个三叉戟的一个设计 而且脚链没有螺丝 整体的戴着是非常轻盈的 而且像这个系列很多框都是根据亚洲人重新设计过的 所以佩戴着非常舒适 我们再来到下面一副 这一副是今天唯一的一个无框的眼镜 也是林德伯格的Spirit 我这一次特意选了一个非常初边的一个无框 它比较宽 这样看着就更斯文败类一点 好 给大家看一下 更斯文败类一点 好 前面我介绍的这几支 它都是一个电镀的金属色 下面这一副来自于德国的Marx T 这个就不是金色 它是直接镀的24K的黄金 24K就是99.99的一个纯金 我们现在可以先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包装 在这个部分它有著名是24K金所镀的 它是镀成PVD是镀成 就是如果是用纯金来做眼镜的话是做不了的 所以它这个是镀金24K OK 我们来看到眼镜的一个本体 这一支就是所有金色的部分都是24K的一个镀金 好 这一支戴上去它就更轻松一点 如果有喜欢这几支眼镜的欢迎点赞收藏转发 拜拜 拜拜